如果人的一生只能买20只股票 那业绩一定会比随便买要好得多 因为这些人就会保持耐心 选择最值得投资的股票 耐心地等待他们到了低点再买入 一样是好股票 茅台在低点买一定会比在高点买赚得多 换一个方式说 如果不是买股票而是找老公 你会跟你第一次见的人就结婚吗 这似乎也太仓促了一点 这万一是个渣男怎么办呢 万一是直男癌 在你生孩子的时候不肯签字 让你剖腹缠怎么办呢 所以找老公需要有耐心 需要选择和比较 甚至是考验一两次 才好下手不是吗 那么其实投资也一样 再多说一句就是 其实你去看投资大师们 大家会发现 投资的心态远比投资技能要更重要 小白们经常会觉得说 你这告诉我买什么不就好了吗 我讲了一个最近的例子 我老公上周遇见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只20倍股 是一只港股 其实他之前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当中 跟大家分享过这个 为什么投资这个对象 以及为什么要买的这些逻辑性 也有一些人跟他一起投资了这一只股票 但是中间却遇到了一大波 大于50%的下跌 于是别人就全抛掉了 只有他坚持到了最后 赚了20倍 同志们 心态啊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倡导 要把不用的钱用来投资 这样才会心态平和 才会比较平静的去面对投资对象的波动 闲话说了这一些 这也算是我的话老本色吧 不过 饭得一口口吃 路得一点一点的走 那让我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一元钱也能理财吗 如果你只有一块钱 一元钱 那你应该买什么呢 很简单嘛 就是余额宝嘛 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是不知道余额宝的 嗯 不过你别笑 我真的还是知道有些人到现在还是不知道余额宝是什么的 不过在四年之前 可是没有一个人停收过余额宝 因为余额宝推出是2013年 不过2013年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都已经知道了支付宝 2013年 马云爸爸不满足于做支付宝 于是发起了银行不改变 我就改变银行的豪言壮语 推出了余额宝 所以2013年也被誉为互联网金融的原言 余额宝给全国的多少败家娘们普及了投资知识 可谓是功德无量 不仅如此 其实有很多人是因为余额宝 才开启了这个投资理财的这个观念 迈入了投资理财的大门 我身边就有这样真实的例子 可能你现在看他已经是一个身家百万的投资老司机 但是在四五年前 他还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投资小牌 之所以突然转信 踏入了理财这条不归路 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受了余额宝的刺激 2013年余额宝刚出来的时候 年化收益高达7% 嗯我在这边加一个括弧 其实货币基金的正常收益率在三到四之间 可能高的也就只有五 当时7%我那个时候就写过文章分析是说 可能是因为马云爸爸为了推广这个产品 在这个当中贴了大量的营销费用 但是7%无风险的收益确实吸引了很多人 那我身边的这位同学就想了 说几万块钱放在里面 每天就能收回一个早饭钱 要是把50万放在余额宝里 每天收益就有70块钱 能够覆盖掉每天的那个开支 那岂不是就已经是财富自由了呢 就因为这么一个小小的理由 他就开始踏上了投资理财的不归路 不过到今天余额宝已经四岁多了 他7%的年化收益 也就只在2013年出现过 到现在为止 最高纪录也就4% 这已经是很高的 过去的一年当中 他甚至只有百分之三点几 但是我相信 在最初接触余额宝的那些人当中 已经有很多人开启了 他们投资理财之路 需要把握身边的每一个机会 这每一个机会都可能 是会让你变得更有钱 那我们今天就开始从余额宝讲起 我们来挖一下余额宝的前世今生 2013年6月13号 马云爸爸推出了余额宝 在推出的第一天开始 他就受到了广泛的瞩目 但是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 余额宝推出不久 行业内的人就纷纷写文章说 这不过就是一款货币基金嘛 没什么大不了的 当时我在豆瓣做一个专门的连载 叫灵机组学理财 我记得我写的第一篇文章 就是关于余额宝的 但是那个时候 很少人会知道货币基金到底是什么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故事来讲一下 货币基金到底是什么 要解释货币基金 首先要解释基金 我们现在请出我们这个故事的主角 王大爷出场 话说王大爷有六十几岁了 手上有很多钱 但是呢 他听不懂那些复杂的专业名词 周围的人只要一提到基金 他就会说 啊基金啊 做饭的时候不要放太多基金 对身体不好 但是呢 王大爷看着周围的这个菜价飞涨 这当然主要是王大神每天跟他唠叨 菜场鸡蛋涨了 青菜涨了 姜也涨了 葱也涨了 王大爷虽然不懂什么叫做通货膨胀 但是他明白 钱越来越不值钱了 以前 大概你十块钱可以买五个鸡蛋 但现在只能买三个鸡蛋 所以呢 他打算把手上的这些钱 变成更多的钱 但他自己没有这个本事呀 那他就要去找专业的 投资能力很强的这个专家 他决定把钱交给隔壁 据说投资能力非常强的都教授 但是把钱交给都教授的时候呢 王大爷反复强调说 我年纪大了 六十几岁了 我不想冒风险 这收益少一点给我没关系 但是绝对不能把我的本金给折腾没了 那么都教授因为投资能力比较强 所以呢 这整个村子里的王大爷 张律师 张大婶 李大妈 都把钱交给他管理 所以呢 他把手上的钱一汇总 就可以成立一只叫基金的东西 这个以后讲基金课的时候 我们也会讲 其实基金的本意 就是很多人把钱交给基金经理 也就是这个专业的投资人 在这个故事里面是都教授本人 由他来管理 然后管理所收益的这些钱 就是我们这些投资人的分红 或者说收益 那么鉴于王大爷的要求 也就是说不能把本金折腾没了 所以都教授就把这些钱 主要去买了一些 他觉得安全性非常高的投资对象 主要是什么呢 国债 政府债 以及商业票据这些风险比较低的投资对象 一般来说呢 这些的债券和票据都是安全系数非常高 而且他时间周期非常短 平均大概只有120天 也就是四个月的时间 那这种基金就可以称之为货币基金 那在这个故事当中 负责投资的这个都教授 就是我们日常所称的基金管理人 或者叫基金经理人 总之呢 以投资安全系数高 而且在一年内到期的债券票据 等货币工具 为主要投资对象的基金 就称为货币基金 余额宝本质上是一种货币基金 你其实从他投资的对象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投资的对象安全性高 风险也非常小 债券可是传说当中 大爷大妈最爱排队买的东西 那余额宝对接的货币基金 名叫天红余额宝货币基金 我们把钱转入余额宝 其实质就是买入了同等份额的 天红余额宝货币基金 因为余额宝操作起来非常方便 这个就是我们当年说的 其实行业内的人觉得货币基金 是一个非常越常见的产品 为什么当时余额宝吹出来之后 名动天下 一方面是因为 马云爸爸贴了很多钱 作为他的营销费用 所以他的收益率高达7% 当然也是因为那个年份不错 第二个其实主要是因为 大量淘宝的剁手党们 突然发现说 我平时随时剁手买买买的钱 我准备为双十一囤货准备的钱 我只要放在余额宝里面 他平时可以赚取收益 我想花的时候又可以随时用来花 所以因为方便这件事 那也给余额宝带来了非常大的用户量 那么下面我们来综合分析一下货币基金的特点 我们在这里讲的货币基金特点 不仅仅是余额宝的特点 只不过是因为余额宝大家比较熟悉 我们拿它再做例子 接下去我们会讲说 因为现在余额宝限额只有10万了 土豪们根本不够用 那你去选择其他货币基金的时候 应该看哪些特质 那货币基金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 第一货币基金是一种开放式基金 也就是说你随时可以购买和赎回 时间非常短 像余额宝这种产品都是即时到账的 那第二货币基金投资的对象 是风险小的货币市场工具 刚才讲了包括国债企业债政府债商业票据这些东西 平均流动性到期时间是120天 所以总结出来 货币基金有两个重要的特点 首先是流动性好 如果你想拿随时就可以拿到钱 其次是风险低 几乎不会亏损本金 在整个货币基金的发展历史上 在美国市场上只有过一次 它是会亏损本金的 但是长期来看 或者至少在中国的历史上 货币基金并没有发生过亏损的情况 所以呢 很多人就把它当成一个活期储蓄在用 那么有些人会糊涂了 说我拿给你不也都是去投资国债呀 票据这些收益率很高的东西吗 那为什么我不能自己去投 我非要交给基金经理呢 嗯 这是因为一般货币基金所投资的对象 交易量都非常大 像我们公司中所说的 王大爷这种个人投资者 是很难直接参与的 比如说银行年末缺钱的时候 他需要一些钱做流动 那王大爷只拿了五万块钱 跟银行的说 哎这个我听说你们缺钱呀 我这里用五万块钱 借你们一个月 只要利息比一年期定存的 就是定期存款高一点就行了 你觉得银行会因为这五万块钱 嗯 因为要跟你谈 要跟你交易 要跟你签合同 要从你手里拿钱 到时候你还要来烦 会为了这么小的钱 去提高给你的收益率吗 五万块钱对货币基金来说 非常非常小 但是我们在故事当中的 都教授都不一样了 他手上因为汇聚了大量人的钱 所以他手上的资金量 有可能是成百上亿的 这个时候他跟银行谈 就会有这个叫什么 溢价能力了 那他会跟银行的人说 我手上可能有几个亿 或者甚至几十个亿几百个亿的 你要知道 现在天宏基金的 就是余额宝的规模 已经达到了1.43万亿 就单个余额宝这个货币基金 这个是历史上 至少是中国基金业当中 单支基金规模最大的一支 那如果你是一个银行经理 有人说 我拿着这个1.43万亿元来借给你 你会不会心动呢 我们来看一下 余额宝的这个最新数据 2017年上半年 天宏余额宝最新的数据是 它的规模已经到了1.43万亿元 基金公司作为管理人的报酬 为16.93亿元 很多人会有点奇怪说 原来我们的余额宝基金公司 也是拿钱的 废话 你以为别人白跟你干呢 那这个我们待会会来讲说 它这个钱从哪里来 另外还有一个费用 叫做托管银行的费用 天宏娱额宝货币基金的托管银行是中信银行 仅仅中信银行作为托管银行 收取的托管费就达到了4.51亿元 大家可以数数看有几个零 天宏基金的都教授们 也就是基金经理们 帮我们打理基金 使其产生收益 他收取的劳务费就有16.93亿元 差不多17亿元 大概是0.1% 也就是千分之一左右 虽然对你个人来说 可能是一个很小的费用 比如说你投个1万块钱 他一年其实就收你10块钱 你自己没有那么大的感觉 但是因为这个规模足够的大 基金公司已经赚得 这叫盆满钵满 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支出 这个4.51亿元的银行托管费用 我们来讲一下银行托管费用是什么 其实为了防止基金银行全款私逃 所以所有公务基金的资金 都是需要放在银行里托管的 也就是说你不能随便抽掉这些钱 所以我们所有投资基金的钱 都是先进到托管银行的账户 而不是直接到基金公司的手里 基金公司做出了投资决策之后 再通过银行把这个钱 直接划转到某一个投资对象 这个我们以后再讲 基金的时候也会去讲 讲P2P的时候也会讲 为什么呢 因为P2P以前是不要求银行存款的 但是现在由于国家政策规定 必须要上线银行存款 所以P2P的收益率大幅的下降 这很简单 是因为银行收取它的托管费用 P2P平台的成本增加了 当然这些费用都是在银行平台 发给我们收益之前已经扣掉 也就是说按照现在4%的收益率 你一年投资1万块钱 你大概可以收到400块钱左右的收益 实际上你可能收到的应该是415块钱 但是呢 这15块钱就包括了 我们刚刚讲的基金经理人的报酬 以及这个银行的托管费用 那但是你不会特别在乎 因为你已经看到了400块钱的收益 那我们再来探讨一下怎么样才能选到靠谱的货币基金呢 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 货币基金是一款安全性比较高 收益比较稳定 流动性比较好的投资产品 跟银行活期存款一样比较方便 而且还比活期存款的利息高出10倍不止 但是有些人可能要问了 那除了余额宝 还有哪些地方是可以买到货币基金的呢 嗯 其实货币基金的购买渠道远远不止支付宝 或者大家比较多知道的那个腾讯理财通 在银行或者是其他的基金网站上都是可以买到的 当然这里面也有一点小学问 首先 也就是说我刚才所说的购买货币基金有三种渠道 第一个去银行 第二个第三方平台 第三个基金公司的官网 那刚才讲的支付宝跟腾讯理财通这种都属于第三方平台 银行和第三方平台都属于基金的代销渠道 而基金公司的官网是直销渠道 他们呢也各有利弊 在基金官网这种直销渠道购买 因为直接买相对费率是比较低的 提现的时间比较短 这个就跟厂家直销一样 不用拐来拐去 不用中间人 就是批发商来提取你的那个利益 但是呢 代销渠道也就是银行和第三方平台 我们打个比方说 其实代销比较像超市或者是渠道批发商 那它的基金种类一般很多 选择起来也很方便 比直接在基金公司多了一道程序 所以它会多收一点手续费 总体来说如果按手续费来排名的话 从低到高也就是说基金公司最低 第三方平台居重 然后银行是最高 所以呢不建议你去银行买基金 手续费可是比较贵的 当然这个是基金的整体情况 我们以后讲到基金的时候也会继续讲 不过呢 因为我在这里讲的是货币资金 因为货币资金的收益比较低 所以呢 它不管是在 在银行的话 有些还会收一定的费用 但是在第三方平台 以及在官网上买是没有手续费的 然后在不同平台上购买的差异是不大的 不过我们以后讲到其他基金的话 这些手续费就相差还是比较大的 虽然货币资金不收取申购费和属物回费 但是不代表它没有别的费用 它还有刚才我们所说的 销售服务费 管理费和托管费 刚才我们讲到中信银行的这个四点几个亿 对吧 以及天红基金收到的将近17个亿 这个都是他们的管理费和托管费 不过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 这些费用是非常低的 比如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在支付宝的蚂蚁金服里面 我们挑选一款基金叫博时合汇货币基金A 你可以在支付宝的那个蚂蚁金服里面看到 它的收益率就要比余额宝高 而且买卖是零费率 所以即便是一样投靠马云爸爸 也不仅仅只有余额宝这一种货币基金 当然余额宝也有它不可比你的优势 也就是你从只是淘宝买东西的话 可以直接有余额宝支付 包括现在外面吃饭的时候 也可以用余额宝支付 它是计时到账的 但是其他的货币基金 它可能需要有一个赎回的行为 所以它没有那么方便 那我们刚才也讲到了 即便是一样的马云爸爸那边 也有不同的货币基金 那对于普通小白来说 怎么样才能挑选到靠谱的货币基金呢 嗯 那当然这个学问还是挺多的 不过还是一句话 因为货币基金它相对来说 它中间的差别没有那么大 除非你的资金量非常非常大 不过呢 我们也可以交给你一些简单的三招 对货币基金你可以适当的做出征选 首先第一条就是看收益 很多理财投资产品的收益 看着像货币基金 其实它并不是货币基金 而是保险理财 或者直接就是PVP 那货币基金来说 它大概的收益率在4%到6%左右 嗯 现在普遍市场上应该是4% 这是娱乐宝是4.0%几 然后有几款是4.2% 4.3%的样子 顶多是有一些货币基金币 这个到时候我们可以专题解释 我看最高也就4.6% 也就是说你投入1万块钱 一年可以拿到460块钱的收益 那如果在现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超过这个收益的话 通常它就不会是货币基金 第二点就是看名字 你没听错 我们会有时候说标题党 是一个负面的词汇 但是在货币基金的命名上 不敢有人标题党 否则呢 基金公司就会被找麻烦 所以一般来说 如果基金里面 带有什么现金 什么货币之类的 就基本上会是货币基金 但是比如说你听到一个名字叫 国寿家 年月月银 光大永明 订火宝 这些前面都带着保险公司的名字 比如说国寿和光大永明 这些其实是保险公司的名字 那这种就是保险理财 还有第三招是 看能不能随时存取 我们之前其实说过 货币基金有一个优点 就在于它的灵活性 如果有一款投资 它是有所谓的封闭期的 你可以去玛业金服上看 很多比如说90天封闭期 120天封闭期 QP的产品也有很多 大部分都会有封闭期 如果有封闭期或锁定期的话 那就我们可以肯定 一定不是货币基金 因为货币基金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就是在于它可以随时存取 这三招是可以基本辨别 是不是货币基金的 当然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大招 那就是直接在APP里面 或者是基金网站的 它会专门有一栏叫货币基金 那一栏下面挑选 那在这个里面 你就能看到 它到底是不是货币基金 这样你就不用担心 买错了其他的基金 总结一下 第一是看收益率 现在普遍的 货币基金的收益率 在4%左右 最高的也就只有4.6% 第二就是看名字 它会在里面带上 现金货币这些名字 第三看锁定期 如果有锁定期的 那就一定不是货币基金 货币基金一般都是 随时存取的 留顿性非常好 不过看收益率 它只能说是货币基金的收益率 是4%到6% 其实差不多 我们现在就是4%到4.6%之间 也就是4%到5%之间 但是并不意味着 所有收益4%到5的都是货币基金 这个逻辑大家应该能理解 那我们不是刚才说要挑选靠谱的货币基金吗 再给你三个简单的方法 怎么样来挑选靠谱的货币基金 第一个方法就是挑选规模比较大的货币基金 你可以在购买的时候看一下它的基金规模 或者你可以在搜索引擎上搜一下 或者有一些官网上可以直接选择按照规模大小来排序 为什么要选规模大的呢 很简单 规模越大说明投资人越多 也就是说它的风险相对就越小 现在规模最大的 那当然就是娱乐宝了 第二挑选靠谱的渠道购买 比如说我比较推荐的 比如说蚂蚁金服 理财通 京东金融 微重银行 这个微重应该就是 应该是腾讯的 甜甜基金网 这个是最大的第三方基金购买平台 这一些越知名的机构呢 它跑路的代价越大 因为它不只买一个基金 所以呢 你资金放在它那边也就相对比较安全 第三 也就是挑选灵活性高的 一般来说 你提出赎回之后 资金一天之内就可以到账 但是 这也不算是最灵活的 如果一款货币基金 在满足前两个要求的同时 也就是说它的规模比较大 以及你购买的渠道比较靠谱的情况下 它能实现当日赎回 当日到账 那就非常完美了 这个当中做的最好的 当然就是余额宝 你可以直接用余额宝来支付 不会耽误你任何挣钱的机会 我们今天花了很多时间来讲货币基金 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 货币基金它的优劣并不是非常重要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举个例子 余额宝的收益率限大概在4.0%几 那我们就算它4.1%好了 最好的货币基金 它的收益率也不过就是4.6%左右 这当中相差多少呢 当你投入1万元的时候 余额宝一年的收益是410块钱 比较好的货币基金的收益是460块钱 这当中的差异是50块钱 不过这50块钱是一年 那么其实每天的差距才一毛三分钱 那么为什么你要花时间和精力 去了解这些东西呢 有些人说 我随便打车吃个饭 上上下下就几十块钱 何必要花时间来听这个课 还要花很多时间去网上找数据做比较呢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 来讲一个收益并没有很大差别的货币基金呢 那原因很简单 因为投资技能这个东西 对于各种投资品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虽然我们现在讲的是货币基金 你会觉得这个当中差别很小 但是投资习惯一旦养成 它就会对你造成很大的影响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今天讲了 是什么样的投资平台 投资渠道会更靠谱 你应该去哪里买货基金 那如果说你习惯于选择更靠谱的平台 那你就不会投资那些不靠谱的 有诈骗嫌疑的 有跑路嫌疑的平台 那也就等于说 虽然你投资的是一万块钱 但是你最终的投资差异 并不仅仅是这五十块钱 而有可能是一万零五十块钱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去投资那些 有诈骗嫌疑 有跑路嫌疑的平台 你的本金就没有了 我之所以花这么多的时间 去讲余额宝 去讲货币金 它的绝对意义 并不在于余额宝和货币金它本身 它的绝对意义是 当你去做一个投资决策的时候 当你去购买一个基金的时候 你要知道应该用哪些条件去筛审 怎么样才算是靠谱的 怎么样才算是收益高的 以及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基金公司 基金公司不管是在台面上 还是台面背后到底收了你多少钱 搞清楚这些 不管是你现在投资货币金也好 未来投资债券基金也好 股票基金也好 甚至房地产基金也好 再到后面你投资一些更高级的投资产品 你都会遵循这样比较全面 而有规则有逻辑的投资路径 这样才能确保你的投资是安全的 以及你的投资收益率会比别人更高 那么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部分 也就是我们的总结和行动的部分 我们今天讲了货币基金的种种方面 有一些比如说去哪一些渠道来找货币金 我们可以找银行 也可以找基金的官网 也可以找第三方平台 大部分人选择是第三方平台 那第三方平台虽然它的可能手续费 要比这个基金官网高一些 但是因为它毕竟购买比较方便 比较便利 那很多人还是会选择像余娃宝这样子的第三方平台 我们也讲了怎么去鉴别 它是不是一款货币基金 那我们今天布置两个任务 第一个任务是找到一款货币基金 依次找到它的新日年化收益 近三个月的收益 它到底有多大规模 以及它的购买费率是多少 第二个任务是 至少从银行和第三方平台当中 找到两个渠道 对比一下同一款基金的申购书惠费用 看看具体差多少 那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